今天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31天 没想到这个四周目的猛影龙已经这么强了 不仅皮操肉还厚的要死 虽然可能和我的装备有一定关系 毕竟工区院的秘中率还是挺感人的 不是我吹啊 要是这时候给我一把三叉戟 我都可以在墨里城逛街了 可惜 猛影龙在我的百步穿扬的射击技术之下 很快就要支撑不住了 虽说猛影龙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会越飞越低 可是我面前这条猛影龙是什么情况 你越飞越低我可以理解 可你不要像个泥兽一样我地底钻呢 你要是想休息 你就会祭坛边啊 这下好了 自己家也不要了 就值得在土里面游泳 这叫我怎么办 难道他就是路由 万万没想到 这条猛影龙居然是土属性的 别看他只剩下这么一点血了 可我就是摸不到他 唯一一个办法就是找准时机 用弓箭给他来一箭 为什么不靠近他 砍他 我也想啊 可这种状态下的猛影龙 随便撞我一下 我就能飞出几百米的距离 根本不敢接近他 当然 这些被猛影龙誤杀的小黑 应该是站在我这边的吧 只剩下最后一次血了 小黑加油啊 跟我一起消灭你们的老大 胜利就在眼前 你不要撞我啊 我不想狗蛋啊 猛影龙就这么死了 什么情况 我也没有碰他啊 难道说 这也太好笑了吧 第一次见到被猛影人打死的猛影龙 不管怎么样 只要结局是好的 那就是好的 那么多经验 我来了 这种感觉也太幸福了吧 好久没有享受过 这种经验漫天飞的感觉了 哦对了 击败猛影龙以后 有一个通道可以通往墨地城 在哪个方向来着 别忘记龙蛋 哦对 你要不说我差点就忘记了 我记得拿龙蛋的方法是 先把龙蛋给骗下来 然后在龙蛋两个以下的位置 放一个火把 龙蛋哪里跑 我们小心一点啊 别惊扰了这颗龙蛋 马上就要抓到它了 嘿嘿 论捕捉龙蛋的主战程度 我说我是第一名 应该没有人反对吧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了 前往墨地城 彻底捣毁猛影龙的巢区 墨地城的方法好像只有一个 就先用墨地石接近这个传送满 然后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拿出墨影珍珠 就那么一丢 这是什么鬼 这个墨影珍珠有问题 这是哪啊 身体好痛 我这是 怎么了 信号 微乎